装备米倒入米丸子里面放在火爐 为面上这个机器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这就是甲巴刷布鲁妈妈要饱米香之前要做的准备 甲巴刷布鲁这几年来一直在提供自己生产的无豆腐烂米 不过因为市场上采用自年浪化的产品越来越多 少量渐渐渐渐就 所以这些妈妈这么做米拿来做饱米香 以前古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听到饱一声 所以我们部落妈妈我自己就有请老师来给我们教 就给我们做这个米香 回馈给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刚饭好的米香湿地很漂亮 不过如果是要吃到的鸡翅里面那种黏嘴气的甜蜜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买买的糖果 将煮后的糖果放在米香后还要趕快辣辣辣的 那是定期就这么迫定型 除了传统买给口味的饱米香以外 薄罗妈妈又用米香贵菜 因为我最不甘口味的尖管的米香 和名叫做爆爆米 米的口味很多元化 我们有焦糖 有原味 有芥末 还有海苔 有这很多种口味 要吃险的 有险的 要吃完米的 小辈子在吃 我也是外面的 为了上来方便 薄罗妈也推出雷尾 里面有米 有米香 可以享受到最多的泽软米 放在这里的産品 有1公斤的乌醋米 泽软米 还有五包的爆米香 还有一罐爆爆米 爆爆米就是爆米 爆米出来后就炒 加一些口味 有芥末的口味 就加这种口味 一块买250的市卖价 做这个爆米香 除了可以让農民的米 用白的方式买出去 也可以让薄老的妈妈 有担保的收益 如果有幸福的面穿 可以卡电话 向黑档来订 吃甜甜的东西 还可以做爱心 三篇新闻 林建民 翁梨荔 东山 彩虹不得